我们的卡尔工作室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本工作室的宗旨就是要大家了解DOTAR这款游戏 听说我们工作室招生的消息传出了之后 很多仰慕我的女学生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 弄得我也很烦恼 不过今天我从中选取了素质比较高的几位女学生 让我来认识一下她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蜜思 听说这里有个无减肥的卡尔 我会来见识自己 大家好我是文文 其实今天呢我本来想报一个初级班的 可是一不小心好像报了一个提高班 所以我今天要更加努力了 嗨我是书姨 早上我卖蛋饼卖一半啊 就被一个魔法怪的书片到这里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阳 妈妈给我报了个兴趣班 好像是打豆腾的 好吧为了不浪费钱 我只能来学一下咯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人见人爱 车见车仔的小J玩游戏 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 参与到我们的课堂里面来 再不出去小心我老师 一个天火砸死你 虽然混进了一些奇怪的生物 不过整体而言 这期学生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好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卡尔 在整个工作室当中 我就是你们的主讲老师 在这里我将会带大家走进 DOTA2的世界 欢迎来到DOTA2的世界 以下载安装好游戏 申请好新的账号以后 让我们先熟悉一下 整个游戏的基本界面吧 在整个界面的最上方 就是DOTA2的栏目页了 所有的游戏功能 都可以在这几个栏目里找到 今日是整个游戏的新闻 及公告系统 个性化就是装饰系统了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游戏系统 点到这里才可以真正的 进入DOTA2的游戏世界哦 老师老师老师 像我这样天资 参加于这么有天赋的少女 玩DOTA1都这么难上手了 那DOTA2是不是更难上手呢 如果你是一个 刚刚接触DOTA2的玩家 那么主界面里的学习栏目 一定是你要第一个点开的 里面有关于 所有DOTA2英雄物品的介绍 还有非常强大的游戏内置攻略系统呢 如果你是一个 刚刚接触DOTA2 这种游戏类型的玩家 强烈建议你来尝试一下 游戏界面的任务DOTA2的 单机闯关模式 它可以帮助你 很好的熟悉DOTA2 最基本的操作流程 如攻击 技能释放 以及道具购买 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模式下学习 老师老师 其实我平时还挺喜欢打游戏的 而且我经常看到人家打到他 但是我就是不敢 跟人家一起组队 我不敢跟人打 因为我老觉得 谁要是跟我一起 谁就会被我坑 没事 其实老师特别欣赏你这样的学生 这样 下课以后 老师单独手把手的讲解 手机号多少 站住哪里 其实老师是说 DOTA2的AI对战系统 对你肯定很有帮助 我们了解一下 DOTA2的AI系统非常丰富 当你还不熟悉这款游戏的时候 最好的上手办法 就是和机器人大战上几回合 强大的AI系统 可以满足你的各种人机对战的需求 玩家可以自己一个人打电脑 也能和认识的朋友一起练习 还可以利用DOTA2的匹配系统 联合其他玩家与电脑对战呢 贝卡老师问问题 就是DOTA2是按什么匹配的呢 是按等级 还是按它的积分匹配 DOTA2的匹配系统非常先进 它有一套非常成熟的 Make it Match Rank机制 你的等级越高系统 就会匹配给你越厉害的玩家和你对战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 系统也会为你匹配相近水平的对手 保证你匹配的每局游戏 都是在水平相对平衡的对抗中开始 玩家一般可以在匹配界面的模式中 选择All Pick全选模式 然后点击寻找游戏 就可以等待比赛的开始了 在等待的时候 你还可以在游戏内置的浏览器里 看看新闻 逛一下论坛 刷刷微博什么的 非常的人性化 另外在DOTA2中 如果你想和朋友一起进行 多人匹配开黑的话 也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在好友系统中邀请好友 再点击寻找游戏就可以了 教授你的同伴们 一起来玩游戏吧 嗨老师 有一次我玩DOTA 我玩的是一个冰女 已经快超神了 可是最后我居然掉线了 倒是我们就没输了 但像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队友掉线在DOTA2里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DOTA2的游戏中 如果遭遇各种意外断线的情况 千万不要着急 马上来体验一下 DOTA2强大的成年机制吧 只要你的游戏 没有点击确定离开那个按钮 就可以百分之百地重新连回游戏 在游戏界面里 点击重连游戏就可以了 如果你换了台电脑 只要你的账号不变 也是可以非常方便地 重新连回正在进行的游戏哦 好了 经过一天的学习 想悲大家对DOTA2这款游戏 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 积极地复习今天的学习内容 下节课老师可是要检查的哟 不然我的天火 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了 下课 我来讲 我要试试 吃 Michaela 我来讲 寻致拍摄 还要不要 我来讲 我来讲 我的天火 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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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